嗨,大家好,内地的朋友,大家好,马来西亚的朋友,大家好,香港的朋友,大家好,澳门的朋友,大家好,台湾的朋友,大家好,感谢你们的支持,又来到了BOSS拉迪赛时间,BOSS,LDS time,OK,今天大家介绍这支什么东西呢,这支是KD1300,KD1300,KD1300有哪些功能呢, 就是HS-II GHS系列,还有HS-II 6300,1300公克以下的都可以使用,好,那这里有几个配备,那个包包帮我打开,这些都是外购品,它可以让很轻松的在工作上使用, 然后,你可以站立,这边先双紧,先操作这里,好,这支三角架,是专门为KD1300搭配的,可以反着,进来一点,进来一点,反着,同时呢, 好,它可以让你,双紧双手石,单手石,还可以 TrueBotto,好, 現在看哦,这叫 quienes要注定这个做事, 首先開機,幫它扶好 開機角度放好,它停哪裡,就會停哪裡 我看到,你的手基本上是懸空的 可以進來,可以進來 手是懸空的 那這是機器 機器,一四十二 一四十二,那你如果一四十二感覺不夠 可以買外套廣角 外套廣角下去相當等價三十五 等價三十五,全伏機的 十五米零 好,超廣角,加了超廣角之後 效果會更好 一樣,按兩下 按一下,OK 鎖定,鎖定,按兩下全鎖定 按一下,左右跟隨,上下鎖定 好,按三下,鎖定,鎖定,按一下,全跟隨,全跟隨,那後面這裡呢,四分之一孔,基本上就是讓你可以做到什麼呢? 無敵到處亂扣,亂裝,什麼都能裝,裝三腳架,裝料理 直接就可以裝料理使用 現在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對焦 好,對焦你可以在這邊摸,摸一摸,機器可以摸一摸,直接對焦 好,機器摸一摸,直接對焦 它會摸哪裡對哪裡,摸哪裡對哪裡 這它的特色,摸哪裡對哪裡摸哪裡對哪裡,觸控對焦 好,機器 好 那可能觸控,觸控有關掉了 觸控螢幕會有關掉了 觸控會有關掉了 如果觸控螢幕你不滿意呢? 你可以用外對焦 好,拍摸機拍那邊 它Option的設備,可以這樣子扣 它可以這樣扣 那這裡就是扣手機的地方 可以 好 好 聽到啪聲就好了 可以這樣拍 好 可以這樣拍 對焦,摸拿在這邊對焦 因為你在這邊對焦會干擾到 穩定器的運作 效果就會變差 好 這裡 好 那大家普遍在初學攝影的時候都會這邊 錄個一兩秒之後就直接攀到這裡來 攀完之後再攀回來 攀完之後再攀回來 這是在攀什麼小朋友呢?沒有意義 好 再來,我們先拍一個Lounging 好 停個五到十秒 好,慢慢的走進去 去交代你要的場景 就是Dore in 那就假設我們先拍廟的外觀 再慢慢走進那個香爐特寫 好 透過這樣的運鏡方式 你就可以產生那個Dorey的效果 好 那這樣的一個裝置呢 加連物美 但是呢 以這個重量來講 也屬於手會飛等級 好,手會飛掉的感覺 那如果沒有這些輔助裝置 跟Tucatone 基本上這個是沒有辦法讓你做一天工作 回來你的手會出問題 手會飛掉 好,接下來要介紹RX100的 KD100 KD100RX 穩定器的使用 謝謝大家